花蓮強鎮也重創臺泥跟雅尼觀光園區 有旅客把車子緊急停在隧道裡面 自己下車避難去 而園區內的商家提前因應廉價所叫的貨物 也全部被強鎮震倒在地上 走進店內餅乾泡麵散落 一地綠色櫃體四肢解體 冰箱內的飲料一罐罐躺在地上 店內景象一片狼藉 貼在木椅背上簡單寫下 今天暫時停業 身為觀光景點的花蓮台泥園區 進駐的超商攤販 廉價前一天被迫休息 整頓店內狼藉 叫來應應清明廉價的貨 瞬間蒸發業者苦不堪言 不只損失財產 行經台泥觀光園區的道路 處處可見大大小小的落石散落一地 員工想回家不僅台鐵中斷 經過隧道更是危機重重 時不時看向山坡支援旅客撤離行動的公車司機 隨時都在閃避巨大落石 一過山洞就看到被滯留的旅客 警方趕緊驅使撤離 來到雅尼觀光園區的旅客旅遊美好心情全毀 一心只想逃離花蓮地震帶 就怕下一秒變這樣 小客車只見車頂凹陷 內部車莊全部裸露在外 原先立體的右側車門秒變扁平廢鐵 被大落石壓回的車輛下場慘不忍睹 但還有的民眾還堅持不避難 相守住困在隧道裡的寶貝愛車 但命只有一條 提早出遊的民眾碰上強震 如今心理糾結進退兩難 觀光園地也成為了受災戶 但好在沒有傷亡消息 要民眾競速避難 記者綜合報導